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公总司的司令 他是69年选为中央委员 他是35年出身 34岁就当中央委员了 那么38岁当中共中央副主席 兼中央军委常委 他原来是国民17厂的一个保卫科的干部 大家想一想 保卫科的干部坐直升飞机 一下子坐到中央副主席 那么76年被逮捕 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92年去世 他文化大革命是一个 斥杂风云的人物 大家都以为他上海人 其实他是东北人 是进行长春的 在上海工作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 还是解放军战士 这1956年才复原 杨文元是浙江的 那么 大家注意一下杨文元写过的一些文章 是非常有名的 那么是55年批胡锋的文章 分清是非 划新界限 这文艺报1955年 那么1965年 10月10日就刚才提到的 凭新编历史剧 海队罢关 那么1966年 是凭三家村 烟山夜画 三家村杂技 反动本质 那么揭开文化大革命 大戏的序幕 那么 从此他被张春桥看中 张春桥一直推崇他 从解放日报的编委 一月二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再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那个时候文革期间呢 中央的权力在文革小组手上 那么历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他担任了 这个中共九届十届政治局委员 然后呢 红旗杂志总编 主管一世形态 参与组织了 批林批孔和平水浒 批邓 那么1976年也是被逮捕 判处20年徒刑 那么姚文元呢 这个 96年10月他出狱 确实行满20年给他释放出来 隐居在浙江湖州和上海市 2005年病亡 据说他写了一本42万字的回忆录 他要出版 但是交给中央审查 就没有下文了 这是姚文元 大家一看 他是像一个非常 非常盲横的这样一个 像什么 我很难描述他 不像一个文的 是吧 像一个管仓库的那种 看老干 管仓库的 但是呢 他确实文化大名 他是第一笔杆 这是王洪文 王洪文是一个帅哥 王洪文 那么 右边这个是张川桥 那么文化大革命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有一个需要记住的 66年2月2日至20日 林彪和江青 密谋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 座谈会记要 这是经常考研究生 都要考的 既要提出 文艺黑线专政论 有时候说 什么叫做文艺黑线专政论 就是指这个座谈会记要 那么这个是当时林彪和江青握手 两个人都很瘦 大家看过这个建国大业 是吧 这个毛鲜西见到林彪 非常兴奋 说你怎么还这么瘦 其实远林彪那个演员已经够胖的了 关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1966年8月5日 炮打司令部 这都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大家知道 北京大学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 这个风起云涌的一个地方 是吧 当时念原子这些人 是非常活跃的 文化大革命的 当时是五大红卫兵头头 是吧 北大的念原子 清华大学的凯大副 那么 啊 念什么 应该是凯吧 是吧 我们这个语法不过关 读音不过关 这个北航的韩爱经 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斌 谭后兰 北师大的谭后兰 这是红卫兵 当时五大红卫兵头头 对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提出最后通点 那么 毛泽东 当时说召见他们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必须有功能阶级领导 功能学生都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 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 并且永远领导 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那么 这一个应该是聂元子 这个是怀道父 这北京大学的大字报 这是你们现在住的楼吗 三角地 三角地 对 三角地那楼 那楼 这也是三角地一个 是吧 大家看一看 这当时写大字报 那个时候你看 那个时候女红卫兵还比较温和 是吧 还输入一根长辫 再过一年就辫子全部剪了 穿上军装了 大家看看 上海音乐学院学生 这是毛主席接近红卫兵 这是红海洋 但是这张像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这个毛主席实在太不像了 是66年8月18日 818 你看这个毛主席和这个毛主席不像 而且 毛泽东接见北京大专院小红卫兵 这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典形象 但这个毛主席也不太像 这个毛主席像那个8月18号 可能也是8月18号那天 可能 当然我并不是说那天的毛主席是 这个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这是当时的标准动作 到天安门前留个影 那么关于文革呢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这里引了这个德里克的一些观点 大家可以在我的书里看一看 我不想更多地讨论他 那么 但是他有一些非常极端的观点 其实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包括像 杰姆逊 他的伊格顿 那么像 佩里安德尔 像这些 很激进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那么当时这些人 很多西方的 这个左派 像有一些人 大家知道 后来有一个叫佩勒令克 是吧 然后这个 他们文化大革命 都是在中国当红卫兵的 那个 Hilmer Martin 他们文化大革命都到过中国 那么那个 Jermyn Byrne 他们这个文化大革命 也都到过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它是全世界 青年左派 在向往的胜地 那么包括这个 法国的那些青年左派 意大利的红色旅 当然意大利的红色旅 是臭名昭著了 意大利红色旅的 每一次出发前 去干活动的话 他都要念一段 毛利语录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然后出去干事 出去干活 那么德里克呢 他是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 他来产生中国的无产界文化大革命 那么他认为 这个 文革的这样一个 提出了 无产界专列下 继续革命的问题 就是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发展到 那样一个阶段 是吧 如何解决 这样一个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那么解决这个自然阶级法权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呢 他都要通过 文化大革命的 处理的这些问题来 解决 那么他认为文革呢 是 毛利语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呢 他得到一种充分的发挥 而且同时为世界革命呢 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经验 他认为文革期间的 毛泽东的思想 才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创造性的一种发扬 那么这个是西方特左派 对文化大革命的阐释 同时对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的一种阐释 这关于文革的这种来路去脉 我就不多说 这都是当时文革的一些 八个样板系 姚雪莹的历史小说 当时大家要掌握的一些作品 文革期间有姚雪莹的李自成 但是从更加这样一个 更加主流的文学史的意义上来看 这个浩然的叶阳天 在1964年出版 那么可以看到 在这里阶级斗争已经被他表现得非常的鲜明 两条路线斗争 已经是完全的这样一个在对立的基础上来建构起来 一方面就是地主富人 另一方面是萧长春为代表的 这样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的斗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小说是以恶元对立的方式来展开 小说叙事的结构 这是浩然 叶阳天金观大道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 确实我们今天来看文化大革命 它确实是充满了一种激情澎湃 那么可以看到那种青年人的狂乐 对毛主席的那种无限的热爱 在那个年代 如果说谁要是不烂爱毛主席 那马上就是人头要落地的 那是就变成反革命 那么诸如此类的事情故事非常多 那么我也说不完 但是呢 确实我们也是要从文化上 和从理论上去认识它 并不仅仅说 把它看成一场政治灾难 是吧 一方面我也觉得 西方马克思主席左派的一些观点 也未尝了不能够作为我们思考的 某一个维度的观点 我并不是说 对文化大革命 要么就全盘否定 要么全盘肯定 这都不是理论的和历史的态度 当然它有非常深远的一种历史的背景 是吧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呢 在文化大革命它表达的那些思想 我们仅仅把它看成党内的派系的斗争 党内的权力之争 也是不够的 应该是把它放到共产国际运动 以及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当代 就是当时的那个时代 它所面临的一种挑战 这也是做一个理论思考的一个背景 但是呢 回到历史本身的话呢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那个年代所具有的那种狂乐 是吧 那个年代给青年带来的那种 激情的一种喷色 但是呢 另一方面又是一些强大的灾难 这个刚才我们都放过了 所以要说到那个年代的文学 我们也不能 大家注意这个朝霞刊物 当时纯文学的刊物 就是上海的朝霞 其实文革后很多知名的作家的 早年都在朝霞上发表过文章 我那个时候不断地向朝霞投稿 那个退稿性我保持了十几年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把内地的退稿性给丢了 那么那个时候能够退稿 有退稿性 这就不错了 你尽量是石沉大海 你寄过去没有人理 后来开始有了这个退稿性 所以大家记得那个苏同写 苏同上次演讲讲他要躲起来 是吧 然后害怕看到退稿性 其实那个 就是说有退稿性的时候 你已经就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是吧 他给你 编辑给你回信 说你哪里 很多年我存着那个退稿性 这个读研 直到读那个上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还那个抽屉经常露出一个缝来 那个时候同学都很随便很大 经常就翻你的抽屉 一翻 哎呦 你还有退稿性 这很有水平 你不要说发表 当然到发表 那是更高的水平了 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那十几岁 十四五岁 十五六岁 一直到插队的时候 十七八岁还在跟赵雄讨稿 但都没有发表 所以当时发表 都是于秋雨之流的 于秋雨在赵雄上发 那个当时张康康 这个都发过 那个包括我们的曹文轩老师 也发过 当然他们都比我 大五六岁 七八岁 十来岁 都是那种 我当时可能因为 他太小了 写的东西太幼稚 有的时候农村 有些什么阶级斗争 然后跳出一个 这个铁姑娘 然后和敌人斗争 都是写这种东西 但是我那个时候 十六岁很勤奋 天天写 劳动完了就写 劳动完了就写 招想 大家了解一下 那个时候的招想 我们前几届的同学 还有同学做毕业论文 做这个招想杂志 我觉得也写的蛮有特点的 其实在文革时候 这个样板系的研究 革命现代京剧 那么京剧的现代化 我觉得这些问题 也并不仅仅都把它当成 文革时候的 那种政治的东西 就把它关闭 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讨论 今天还是可以 文革的很多的 在文艺上的经验 我们还是可以 很客观地去看它 你包括京剧的现代化的问题 京剧到今天 因为已经不能够 已经回到 原来是不能够传统 是吧 后来 他就要搞革命现代京剧 然后文革之后呢 就完全都是 回到传统了 然后他也很难改革 那么越是这种 有世家传统的 它越能够体现它的 更加纯粹的那种味道 但是我觉得京剧 如何现代化 如何和现代的艺术 结合起来 如何获得现代的一种形式 我觉得依然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问题 是吧 那么大家注意 这有一个叫初栏 当时写过不少文章 这个京剧革命十年 包括平山上逃风 那么初栏是谁呢 初栏是王行之 是文学研究所 当时文学评论 后来在文学研究所 文学评论当一个编辑 我好多年之后 才知道他是初栏 有一次呢 我都认识他十多年之后 他有一天突然间 跟我坐下来说 他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忘年之交 他其实现在已经 七十多快八十岁了 但是很长时间 我都叫他行之 行之 喊他的名字 在社科院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的习惯还是不好的习惯 喊长辈都叫名字 就大了十几岁 他不叫老师 都叫名字 你像王行之 比我大了 可能有二十多岁 我都叫他行之兄 都叫他行之兄 原来我这样是有一个 刘士杰 他长得很年轻 很帅 我一直叫他小刘 他有一次 实在冷不可能 我叫他好几年的小刘 他说 我比你大二十岁了 你还叫我小刘 所以我觉得我太不懂礼貌了 太不懂礼貌 他现在六十多岁 快二十岁 所以王行之大 有一次跟我坐下来 跟我谈 他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他写 平山上逃风 和这个 金区革命十年 是江青召见他 他多少年过去之后 其实很长时间 他被搞得很臭 他是三种人 文化大革命造反 然后当时他可是风光得很 大家想一想 这几篇文章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 平山上逃风 金区革命十年 那他说我就是出栏了 话一说 我当时对他素朗起敬 我们大革命 我们都要学习他的文章 然后讲他写 这个金区革命十年写 平山上逃风 江青召见 跟他这个出气谈心 这个面授机 他这个自经的谈起来 还觉得这个 有时候这些 当然历史的是非过去之后 他所留下的是他年轻人的那种 他写那个时候 他也就二三十岁 三十多岁 年轻人的那种 赤爪风云的那种东西 所以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今天 前几天又看了一下 出来写的文章 我觉得是充满了 文化大革命那种战斗的意味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是一个姚文元的那种文风 是一上来就把他一棍子就打死 所以 文化大革命那种文风 是非常有特点的 就是他非常伶俐 一上去第一句话 就给他定性 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未留着其方案 他是一下就要打动要害 那么这个 当然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文风 姚文元的那种文风 但是 初栏呢 他的文章也提出过一些 有一些文章对京剧的看法 也是蛮有特点的 就是 也提到京剧现代化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关于样板西的研究 和今天的我们的 京剧现代化的这种 时代的潮流 我觉得没有 没有建立起一种关系 此话真讲的 就是说 大家看看 任何一个时代 如果叫做太平盛世 叫做一个时期的话 它都有一种戏剧的形式 你看这个 意大利的歌剧 法兰西的歌剧 和他那种 当时 那么古典主义 新生的那种文化 是吧 它都有一种 有一种关系 那么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没有一种戏剧的形式 没有一种艺术的形式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恰了不恰了 难道说是我们艺术形式 都终结了嘛 是吧 那么在整个十九世纪 资产阶级 登山历史舞台的时候 有了小说 小说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艺术的形式 当然后来我们污染阶级 用它来改造 那么在今天 我们一直 当然我们不能说 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就是说 这种传统的也好 它总是 要在那样一个 时期的 能够放化出 它的一种生命 大家看看 像灰般静静 是吧 当时灰商 它的力量 它是灰般静静 那么以这种 戏剧的形式 来显示出 它一种地方的文化 和它这样一种 灰商 那么一个经济的强大的 一种背景 那么有些人就会把灰商和静商 做一个对比 现在大家都认为山西很穷 在你们的印象中 我一直认为山西很穷 现在是煤 煤矿 挖煤 但是在这之前 大家要知道 历史上的山西 是非常风光的 静商 那是富甲天下 静商是富甲天下 当时中国 在民国初年 中国最富的地方是什么 是山西的平遥 中国的金融街在哪 在山西的平遥 不是在北京 在山西 当时这个冯玉祥 不是冯玉祥 是孔祥西 孔祥西 对 孔祥西是山西的 孔祥西当时回家 回到他的家乡 那么他带着新娘子 回他的家乡 那新娘子都为他家乡的那种 奢华所震撼 就是当时的山西的平遥 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奢华 那你现在去看那些 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白家大院 什么诸如此类的 是吧 那是南方的那些院宅 和他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那么所以就是 为什么 但是呢 静商后来衰落了 当然跟中国的当时的革命 和军阀混战等等 社会的动乱有关系 但是我会去想 当然更早的历史 就是 灰山的历史 灰山的历史 当时为什么会有 灰斑进京的这么一种举动 是不是有某种关系 就是一个地方的 经济的强盛 它会和一个 艺术的形式联系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